今天要錄影 又不是今天要錄影 我又睡到下午 我現在這個時間起來 錄得好餓 我跟你講 我發現人家新開的早餐店 要不要去吃 真的耶 你推薦的一定OK的 我跟你講不遠 就在前面而已 你看 那邊 就那邊 真的 那個早餐店 我看起來很好吃 還有錯味 有 先來去坐 好 我們就坐 歡迎光臨 老闆 大哥 大哥 你很厲害耶 老闆 講這樣子帶兩位美女出來 好 不能拍照 不能偷拍耶 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有定位嗎 沒有 不好意思 高興我們這桌是有人定位嗎 這桌目前也沒有人定位 好…剛剛好 因為我們店是採取預約制的 是這樣要 這樣子喔 不收過路客就對了 盡量不收 因為那個 想說客戶越單純 越好 對… 我們低調… 這樣子 那我們第一次來吃 我們這裡有可以吃什麼 第一次來 太好了 我告訴你 我們這一張都是我們的招牌 還有耶 看想要吃這個清淡一點的 清爽一點的 還是重口味的我們都有 那我們看一下 好…你們看一下 這裡面很多耶 對… 慢慢看 老闆的最愛 但主廚 我要問你一下 因為你也是一個專業的 在你專業領域裡面 對 你覺得早餐要講究什麼東西 你比較看重什麼 我跟你講第一個 那色香味俱全的 色就是 這個美感 就是要摸大腿 摸大腿吃早餐沒有 就是 不是那個色 是顏色的色 至少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看起來要很漂亮 食慾才會有 然後第二個 對 他說要給你太陽彈 結果他給你一顆乳蛋 對啊 我很常去早餐店說 彈不要熟 回來都好熟 再來就是 我認同 今天全部都給你吃草 我不是牛 對啦 營養菌很重要 因為畢竟是早上第一餐 對不對 對 今天剛好旁邊也有這麼漂亮 最近代言又接很多的 這個營養菌 好笑 我的原則其實很簡單 二藥二不要 我們要好的蛋白質 要好的蔬菜水果 不要加工 不要什麼油鹽糖 因為其實像現在這個期間 很多人其實都想要增加免疫力 對 我們的免疫細胞 就是蛋白質做的 所以今天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是有沒有好的蛋白質 其實我也沒你們兩個 那麼講究 老實說早餐 第一餐雖然重要 但我覺得也是 對不對 比較熟的 對啊 你不能說 兩顆假的太陽彈 賣80塊這種 要經濟太貴 其實那是 八國難財 那不行 對啊 不好意思 我們稍微 趕著聊天 我想說你們考慮了很久 不知道考慮好了沒 怎麼樣 後面有客人 對啊 我們有很忙 你知道的 對啊 不要擔心 三位因為我們這邊都是 銅板 對 所以你有在偷聽我們講話是不是 有 我一直在偷聽 而且小姐我覺得你很面熟 很像就是 某個女明星 你是不是想黑 待會兒好新夫 沛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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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啦… 白急了 沛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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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沒有啦… 不要問教客人 我們這裡有的明星 滴掉… 滴掉… 妳要點什麼 好…營養師先 我來個異國料理 有沒有西班牙的 有 好像有 一定有 異國料理 沒有也要拿給妳 我比較喜歡碳水化合物 所以我喜歡那種 北中南的早餐 北中南早餐 如果外島也可以 澎湖 澎湖的 你們自己什麼都有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多媽媽 很多主廚 好…所以我點的都做得出來嗎 一定有 好…那我要一個 創意麻辣火鍋 好… 泡菜咖啡 這早餐吃這個 我跟妳的身體不耐心 不耐心 不耐心 好啦…那我要一個創意早餐 看你們有多有創意好不好 好…馬上來… 好…來… 來… 各位主廚媽媽們 有貴賓來了 麻煩要展現出你們的實力好不好 不好意思…老闆… 我們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說要經濟實惠嘛 是… 對… 只要點59塊以下的早餐 OK 多了我們不付喔 不會…你放心 我們都沒有在在乎成本的 我們… 不計任何利潤的 所以59塊可以吃到590嗎 不是… 59塊一定可以吃到 59塊以上的價值 有 好… 馬上來 好… 吃粗飯 我等一下再做給你吃 好… 好…來 好…來 趕快我們現在來介紹 一國早餐的第一個就是 深受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喜愛 全國的庶民早餐就是 全華人都喜歡 全華人都愛 好…它除此之外 在大麻又稱它為結婚吐司 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據說它吃起來你會有 滿滿破表的幸福感 吃了就結婚了 好想吃喔 沒錯 首先呢 咖椰吐司它的外皮 在製作的時候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像這種 你看有沒有看到裡面的內餡 這是湯種麵包嗎 這是一般我們可以在麵包店 買到的厚片吐司 然後為什麼叫蒸麵包呢 你拿回去之後 要用電鍋加水 然後蒸到一個適當的熱度 拿出來之後 它就會散發著滿滿的香氣 然後嫩嫩的 軟軟的 小朋友吃了之後 還會有一點點嚼勁 然後可以立刻完成 留一份吃 聽了就好想吃喔 對啊 我也有點流口水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新加坡比較道地的吃法 就是像這樣子 三明治 把吐司烤成有一點焦焦香香的 重點是要有一點脆脆的 要吃起來有點焦香 那咖椰吐司它為什麼 可以這麼火候呢 在於它的醬料 它的醬料這個叫做 綠色的這一個 它是怎麼製作的呢 它有椰漿 雞蛋跟砂糖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就是 加蘭葉 加蘭葉也俗稱叫做班蘭葉 班蘭葉 對 因為在東南亞一帶 非常的熱 那加蘭葉吃起來 它會有一種淡淡的清香 並且它又消暑又解熱 對 所以吃起來 你會覺得很沒有負擔 吃早餐還可以讓你退火 真的 所以加蘭葉就是讓你一試 你就會愛上它有一個 很特殊的香氣 是 好 加蘭葉之後 加了這個咖椰醬之後 我們中間還要再加一個 像我們有吃過 冰火菠蘿油中間有一個 味蕾的靈魂之瘡 就是這個奶油 那個一點鹹的對不對 對 鹹甜 鹹甜的 這個不得了 你在吃的時候你會覺得 外表酥酥脆脆的 可是中間夾奶油會有一點 滑潤的口感 然後整口奶油香 很有成功 聽得好想出 對啊 這個有幸福的味道 沒錯 對 新加坡、馬來西亞 不是還有半熟的蛋嗎 對 對 內行的內行 內行的內行 中間那個一看就知道是頭殼 我以為剛才你養的貓兔了 不是啦 不是啦 這個是靈魂之瘡 就是這兩顆蛋是什麼呢 就是到底新加坡人會這樣吃 它這個其實不是兩顆生的蛋 它是有一點半熟 在我們台灣叫做 這個很酷 就是它需要兩個不同種的溫度 才能夠煮成這樣 有一點蛋白 然後蛋黃中間你化開 它會流出蛋液 然後再加上醬油 再加白胡椒 和一和之後沾著這個吃 我們要沾著吃 對 有三分給我 等一下 這個我會 等一下 大家會清洗一下手嗎 現在這個非常實際 沒關係 現在洗來不及 因為我們主持也沒洗 對 我很這樣 所以要清洗一下 對 是不是這樣 不是清它 是清我們 對 那記得這個量要足夠 才有殺菌的效果 對可以去除細菌上面的活性 是殺菌 這個時候非常實際 大家都要做 沒錯 好 現在15秒過了 對 15秒過了乾了 其實這個怎麼吃我會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吃法 就是先把那個蛋吞了 沾著醬油 但是現在非常時期 我們就這樣沾著吃 可是現在非常時期 不建議吃生雞蛋 有雞的還好 有雞的還好 你要去隔壁間吃 對 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早餐店的雞蛋 都是剛剛生的 都是優璇的 都它生的 不是貓咪兔的 不是 你放心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嗎 對 那個黃色那一盤 是我把它已經貨完了 有加醬油跟白胡椒粉 這是道地的吃法 然後你們應該有的人吃到 嘎野吐司裡面還夾了砂糖 有 它就是要有大顆粗粒的砂糖 然後吃起來有點卡滋 卡滋 卡滋 好熱 不要吃完 不要吃完 不是要有濃的美露還是咖啡 這一杯是什麼 有 有 一杯冰的一杯熱的 你看 冰的熱的都要一直準備好了 好 這個叫做 拉茶在馬來西亞叫做 Dedale Dedale 對 它很酷的就是 如果你在馬來西亞說 我要一杯Dedale 他會給你熱的 他剛剛是用客人的衛生紙嗎 不是 這不是我們的店嗎 對 然後你如果要冰的話 你就要說我要Ice Dedale Dedale 沒有加Ice就是熱的 對 對 衛衛 這個確定是59嗎 我們先把機票 過海關的那個水清 對 首先剛剛那個吐司 我們可以在一般市售的麵包店 買厚片吐司或薄片 一包的話大概七八十塊 可以切成八到十二片 那我們就用一次 一個厚片的分量去計算 所以一天大概是 一片厚片大概是我們 計費十元 所以呢 十塊錢 對 再來咖椰醬呢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 或是我們去新加坡的時候 可以買到一罐兩百瓶 大概是兩百至三百塊的價錢 那可以用大概三十至四十次 所以我們平均一天呢 一次使用大概可能是五塊錢 五塊錢 對 好 然後再來是奶油呢 一塊呢 我們的記得要買鹹奶油 然後上面著名是芝麻的奶油 在超市就可以買了 那一長條塊呢 可以切大概八到十片 所以一次我們使用 也大概計量為十塊錢 對 增加起來二十五囉 二十五 然後聖誕兩顆 我們在計費為大概是十元嘛 差不多 對 所以大概就三十五塊對不對 然後我們市售的冰拉茶呢 這個是我在馬來西亞買的 一大包大概兩到三百元 一包大概平均下來是五塊錢 所以大概三十五到四十塊之間 四十塊囉 對 這樣子你們這樣吃一餐四十塊 我們在其他店吃這個叫兩百五十九 對啊 這是成本價吧 所以下次就來我們真的啦 早餐店 好 好 要吃飽了 走啦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 錢菜而已 錢菜而已 對不對 剛剛要那個異國料理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還有更厲害的 還有更厲害的 還有更厲害的 那個從美國 請坐下邀請過來的 對 就美國人做巴黎的早餐 對 太高了啦 接下來我要帶給大家就是 一秒到歐洲有幸福感早餐的 巴黎清晨早餐 因為像台灣 可能沒辦法每天去巴黎 但是我們可以常常在家裡準備這種 有巴黎代表性的可頌麵包 然後當然給家人吃的一定要符合 就是健康 然後營養均衡 所以我還準備了一杯 上面撒至 這個我喜歡 葡萄果乾跟堅果 對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小朋友我們也不太讓他吃生菜 所以我準備的是 用橄欖油蒸過的花椰菜 這邊配了幾個小番茄配色 讓顏色更豐富 大家更喜歡吃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炒蛋 對 然後我們炒蛋其實也有 一點點巧思就是 裡面我有加了那個 還有黑胡椒 巴提香 然後裡面還有融一小小塊的 對 這個顏色只有奶油才對 對 這一盤應該100吧 沒有 媽媽一定是精打細算的 像那個上面的小可頌 一顆大概是9塊錢 然後我的花椰菜 大概是用五分之一顆 所以大概是10塊 你們店裡用的蛋都很棒 對 開玩笑 我們蛋也是一顆10塊的 你們店裡用的蛋都是很棒的蛋 然後手工優格自己做的話 大概是15塊錢 所以總價是53元 沒有到19 但是我們只有賺6塊而已 賺6塊 沒有賺錢 真的沒有賺錢 把他辭退就好了 不行 這個應該很符合營養師的要求吧 對 其實我剛剛在吃 那個咖椰吐司的時候 我都不好意思說 這樣 那樣一盤熱量已經破千了 我們剛吃完耶 這樣 我就不好意思講 那個牛油 又有糖 那一整盤 一般我們一餐大概就是2580卡 一餐嗎 我們通常是一天 我們是一天 太多了對不對 一天2000卡那樣的早餐吃了 它優格做得很好吃耶 對 但是這個竟然就是有蛋白質 又有蔬果 然後又有澱粉 又有奶製品 所以這個我真的很愛 可是如果他把可頌換成全麥吐司 會更好 不愧是小鎮姐 是不是 沒錯 這個可頌熱量也不低 可頌熱量超高 但是這個搭配的真的滿好的 對 顏色也很漂亮 它優格真的很好吃 很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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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再來試試看 我也還沒吃過 老婆 而且其實一天 搭配一點堅果跟果乾 小朋友會更喜歡 而且一天當中就是 如果沒有果乾也可以加水果吧 可以 新鮮水果是更好的 OK 這兩道異國料理 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覺得 都不好啊 怎樣 不要這樣子吧 都不好也有 可以選出一個最不好的 營養師的意見也很明確了 是 就是選擇這個熱量比較低的 對 比較均衡 像我們這種很重那種 口味得亮的 口味重的 對 一定選馬來西亞這邊 我們比較喜歡東南亞那邊 是 是 那這位長得像佩甄的 我如果是選早餐的話 早餐 早餐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選這個 可是 那個嘎爺吐司 我會放在下午茶 對 那個放在下午茶也是很棒 對